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为了巩固台湾半导体优势,积极掌握生成式、AI等关键技术带来的产业革新机会,国客会携手各部会于2023年年启动了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希望以晶片结合生成式AI等关键技术,驱动一、衣食、住行、娱乐各行各业发展。 目标十年后,台湾晶片设计业产值全球市占率从目前约20%提升至40%,先进制成全球市占率提升至8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经济部于去年底公布的120亿新台币预算当中,有20亿新台币是被用于补贴晶片研发。 在申请日期截止后,已有75家晶片设计厂商提出了申请。 为了协助产业转型,台湾经济部产业技术司也提出《晶片设计工顶补助计划》,驱动台湾晶片设计业者先进发展补助计划。 补助经费分别为新台币12亿元,新台币8亿元,用以推动台湾晶片设计厂商投入晶片及系统研发。 补助范畅包括,创新先进晶片开发,采用含7奈米以下制程,先进抑制,整合封装技术之创新晶片。 如小晶片整合封装模块、吸光子等其他新兴应用晶片开发,抑制整合MEMS微机电感测技术之创新晶片开发,采用含0.35微米以下值,晶圆及制程等。 目前,台湾已有约260家晶片设计厂商申请了该补贴计划,意味着有近30%的业者都有申请。 台湾经济部预计将在今年7月完成审查,届时将公布审核结果。 今年,是该计划启动元年,各界摩拳擦掌迎接生成士,AI爆发商机。 国科会也标明在捷克首都波拉格建立台湾首座晶片设计海外训练基地,招募国外学生,培养生成士,AI所需人才。 另外,台湾本土企业联发科技新竹高铁办公大楼日前正式开工,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及执行长蔡立行出席动工典礼并发表讲话。 蔡明介表示,这座办公大楼预计于2027年完工,将成为联发科一大里程碑。 新办公大楼位处新竹高铁精华地段,大楼包括地上12层,地下5层,于2027年落成后,未来将可容纳3000人。 蔡立行还指出,天机9300,晶片取得巨大成功,联发科对AI手机换机潮深具信心,并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天机9400,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而它将超越。 9300,再创高峰。 自前,联发科在2024年初宣布与台积电合作开发其首款300米,晶片能效提高32%,并于2024年开始量产。 根据联发科当时的新闻稿中提到的数据,与N5接电相比,台积电下一代接电N3可以在相同公寓水平下提供18%的效能提升, 而在同频效能下,可降低32%的功耗,同时使逻辑密度提高60%。 据外媒报道,今年下半年,研发科即将发表的天机9400处理器将会与高通, 晓龙8 Gen4、苹果的A17 Pro等处理器竞争。 虽然后两者均采用了自研的CPU内核,但是联发科天机9400仍将继续采用基于ARM最新的CPU内核架构。 且与高通不同的是,联发科今年将采用ARM的CPU,大核从Cortex-X4升级到Cortex-X5。 其他方面,天机9400预计将提供LPDDR5T记忆体规格支援, 因为本地BI运算需要更快、更高效的记忆体规格。 得益于更先进的AI效能,天机9400将支援在电子装置运行更大的AI模型, 预计将超过天机9300的330亿参数大语言模型。 最新的爆料显示,研发科和ARM正在积极合作, 在即将推出的天机9400处理器中使用ARM的BlackHawk CPU核心构架, 有可能提供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主频核效能。 联发科去年推出的天机9300处理器采了全大核架构设计, 并且采用了ARM的Cortex-X4超大核心, 带来了非常出色的多线程效能表现。 而即将推出的天机9400预计仍将会采用全大核的CPU架构设计, 由于超大核采用全新的ARM Cortex-X5核心后, 且该类核基于新的BlackHawk CPU构架, 市场传闻显示,在没有使用自研CPU核心构架的情况下, 主频核效能都将高于苹果A17 Pro和高通骁龙8 Gen4。 报道指出,预计推出的联发科天机9400处理器将拥有智慧型手机中最大的晶片尺寸, 达到了惊人150平方毫米,其中封装了300亿个电晶体, 相比天机9300的227亿个电晶体提高了约32%, 其中整合了更大的快据记忆体和其他元件。 不过,之前有传闻指出,ARM Cortex-X5核心有着高功耗和过热问题。 如果最新的传闻属实的话, 则意味着联发科和ARM的合作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这仍需要后续产品正式推出后才能借测试来进一步了解真相。 并据产业链其他相关业者爆料, 研发科采用ARM最新研发的CPU架构, Black Hawk黑鹰的新一代旗舰级行动平台天机9400。 据称,天机9400目前正在进行内测,进度十分不错。 Black Hawk架构定为旗舰级别,且为超大核, 预计会正式命名为Cortex-X5。 内部验证的IPC数据显示, ARM X5可以超越苹果最新的A17 Pro, 且遥遥领先高通自主的架构。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数据, 这意味着同等频率下, 天机9400的效能将十分强劲, 如果配合更高的频率, 效能还将更上一层楼。 去年的天机9300已经开创了全大核时代, 今年的天机9400将继续这一思路, 其底气正是来自全新的X5超大核。 此前,有消息称天机9400将采用台积电N3E制造工艺, 这是联发科的首款三奈米手机晶片。 N3E是第二代三奈米制造工艺, 预计将带来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效能。 目前,除了谷歌和苹果之外, 其他所有智慧型手机制造商都有与联发科合作。 不过,有消息称, 预计中国手机品牌厂Evo将会是天机9400处理器的首发客户。 据内部消息透露, Vivo X200系列有望首发天机9400, 预计将在10月份发表。 总的来说, 天机9400的即将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作为联发科的新一代旗舰级行动平台, 天机9400有望在效能和功耗上带来新的突破, 有望成为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 同时, Vivo X200系列的发表也备受期待。 不少玩家都期待其在天机9400的助力下能够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